已经拿下两座歌后的莫文卫 这一次可说是来势汹汹 新专辑以再见为主轴 充满了对生命的体悟 尤其他在录音过程当中 刚刚好碰到父亲过世 所以使得他唱起歌来 格外是有感觉 而外界很关心的是 他能不能顺利拿下第三座的歌后奖呢 轻轻哼唱却扣人心弦 这是莫文卫的作品 不散不见 描述的是和挚爱亲人的告别 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 却真的遇上爸爸过世 让Karen唱起这首歌格外有感觉 把爱与亏欠 揉成一圈 来不及告别 来不及再见 像爸爸的话 其实对 因为跟他是没有好好地跟他道别 因为他离开得很突然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有编于以往的《弹琴说爱》 莫文卫这张专辑 谈亲情 谈友情 更谈人生 他以再见为主轴 充满对生命的体悟 旋律简单 情感却很浓厚 你表达技巧 不怕学不了 只怕树能上枪 再见其实你 人生中 你就像一个旅程 然后你就不停地 去就是下一个目的地 然后你会碰到新的事情 新的人 那说再见也未必是不开心的 我的心让你看看 我的心让你看看 这张专辑一举入围了本届金曲奖奇想提名 包括最佳国语专辑 最佳女歌手等等 有没有机会三度丰厚 莫无畏有信心 特别爱这张专辑 我觉得是 这么多年来 我可能 可能现在也到一个不同的阶段 所以 这一次做这个专辑的时候 非常享受 而且真的把自己 最心底最真实的一些 自己 私人的感情 我全部 就放在音乐里面 在专辑里面表达 亲爱的 你觉得累吗 心中藏吧 愈合了吗 往前冲的快感 还享受吗 却总忘了 自己的伤心 我觉得他得奖的几率 非常非常极高 对 因为我觉得 要做一张 能同时回归音乐 又成年 然后又不炫尽 可是又能感动人 装子 有一句话叫做 不惊不成 不能动人 我觉得这张专辑 又惊又成 出道20多年 Karen的特殊唱腔 总是在华语乐坛 读书一格 1997年 她推出首张的国语专辑 更因为这首歌 让她红透半变天 但张鸿亮合唱的广岛之恋 至今是KTV中 屹立不摇的经典 也从此奠定她 情歌女王的缝号 那是因为爱丢离 怎么会夜深还被睡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当所有思绪 都一点一点沉淀 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 还是是寂寞得不了消遣 在早期我觉得Karen是一个 时代心理心理代表 有一阵时期她是情歌的代言人 对 那后来她又稍微改变了 变得有点摇滚 所以一路她的音乐的脉络 其实既多变又丰富 爱我的人 去走走 爱我的情局中 从情歌到摇滚 从华丽到成熟 现代的某某味更加成熟洒脱 就如同她的歌曲 简单和真诚 每首歌都是她内心的主角 在迟大山白 在北极冰海 我忘泪之后回来 然后我自由自在 在北极冰海 直接唱 pregunta 这个就是 Zither Harp